周末小柳幫忙去整理頭髮 想說小柳頭髮也長了 就想說順便修一下 所以就請設計師好友幫她剪一下 但感覺小朋友好像都很害怕剪頭髮齁 所以我也不知道小柳等一下會怎麼樣 小柳開始剪了 很好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亂動 可能不知道現在在幹嘛吧 還是說現在出生的小孩都不怕剪頭髮 開始覺得怪怪的囉 弟弟爸爸招出你的連結 不用不用髮 要露的了要露的了 怎麼跟我幻想的情節不太一樣啊 這是第一次剪頭髮嗎 你等一下再看鏡子 你等一下再看鏡子 有帥有帥 有帥有帥 那你就隨隨便這樣 你都拿雜誌給他看嗎 你都拿雜誌給他看嗎 你都拿雜誌給他看 我怕他嫌太難了 剪到後段段他臉色就開始變了 要換一下嗎 我幻想的情節來了啦 其實他可以戳這麼久 已經出乎意料之外了 最後是酷的剪完 以上就是小鳥剪髮出的體驗 掰掰